日本广岛今天纪念原子弹爆炸满68周年 首相安倍晋三出席悼念活动的时候强调 日本有根除世界上核子武器的责任 不过由于日本政府目前并没有停止发展核电 因此安倍的这番言论备受外界质疑 1945年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三年后在长期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68年后的今天 近5万名民众参加了在广岛和平公园举行的追悼会 许多民众一大早就来到追悼会现场 追思在原子弹爆炸中死亡 或受辐射感染身亡的民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典礼中表示 日本有责任推动世界解除核武 我们日本人是唯一的战争被爆国民 不过安倍首相追求无核世界的发言 遭到广岛市长松景对于核电技术发展的批评 松景市长的此番话正是针对在福岛核灾后 日本政府仍值易卖核电技术到其他国家的批评 松景市长认为应该将国民生活及安全放在优先位置 不赞同政府重启核电的计划 新航亚太电视 王安慈编译